而我自己也不會說很修飾自己有不開心的一面 一個人要立體就是你有各方面的情感 所以才會變得獨特 雖然他們在故事中好像是精神病人 但其實我覺得他們不是真的有精神病 只不過他們看東西的方式跟其他人不同 大家會很常把自己認知了的東西畫上一個等號 而停止了去探索更多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要開啟一些 聽多一些其他人的東西 不要只是自己覺得是 就代表事情的事實就真的這樣 我想我也是一個頗為奇怪的人 可能大家是覺得做這一行就會比較social 就是多一點跟別人聊天 或者怎樣 但是我就會覺得我的性格就不是太是這樣 那為什麼不做回自己呢 我覺得人就是有情感 就是你有時候會開心 你有時候會不開心 而我自己也不會說很修飾自己有不開心的一面 因為我覺得一個人要立體就是你有各方面的情感 我會成熟並未忘通 我靠不懂 期望實現中 卻不輕鬆 當社沉去兼容 兼容 套上的態不同 神經似同 想在路中 更搞不懂 淫太大補充 撲穿天空 隔掉失掉憧憂 寬容 你想醉到之前 發覺到處已失望 我覺得其實有少少像是搞不懂承接的下集 之前亦都出完搞不懂 亦都做過一些訪問 就說到底你有些什麼搞不懂 或者什麼時候會搞得懂 其實我覺得 可能到頭來過了若干年後都未必是搞得懂 因為有很多事情未必會搞得清楚明白的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你認知了這些東西 trigger你的東西存在 你亦都感受它 你就好好跟它共存 就是可能這些壓力 或者令你不開心的東西 會反而成為你推動的動力 那這個故事我很喜歡 那就要歸功於我們今次MV的導演 阿Sing和Maggie 我跟他們在講一下我對這首歌的感受的時候 我都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是感受到某些事或者某些人的存在 而令到自己安心 而在他們逃離這個精神病院的時候 亦都看得出那種的互相陪伴 我覺得更加重要的就是 其實一開始是 男主角救了女主角 一起逃離這個精神病院 但其實他去到最後發現 其實去到哪裡做什麼都不要緊 最重要我身邊有這個人 我以為自己救了他 但其實是他救了我 樂下你的姐真是你 性大志 若是衛免我可以 只願起身就盡力癡 為我載著去 其實沒有的 很過人的 這些很多事都值得不開心的 譬如有些朋友會等巴士追車尾不開心 也會的 所以我覺得值不值得不開心這些 這也是想表達的東西 可能大家常常會看別人覺得怎樣是奇怪 可能你早上追不到巴士 可能你會哭的人就會說你用不用 但我覺得大家不用太理會這些評論 因為情感是你自己個人 你開心不開心都是因為你自己的一些個人經歷 或者你那一刻的感受 所以我覺得應該盡量去擁抱自己的這些情感 因為我覺得是很值得珍惜的東西 人就是有情感所以才會變得獨特 如果大家看得到你 你會不會太感受到你 因為你會不會太感受到你 在這陣子裡 你會不會太感受到你 因為你會不會太感受到你 你會不會太感受到你 感谢观看